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的妻子 就地形李建彤所写的刘志丹 这个书成书在1958年 因为这本书 习中军被纳入了彭高习反党集团 也就是西北反党集团 这个团伙入牢狱数年 其实这事大家都知道 利用小说反党 这话不是我说的 是毛泽东在1962年9月份 就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 亲口所讲 当时他是看了康生 递给他的一张条子 这条子上是这样写的 利用小说反党反人民是一大发明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 总是先要制造舆论 是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不论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 都是如此 这是毛泽东的原话 为什么我记得这么轻呢 有把年纪的人大家都记得轻 在毛主席那个小红书 毛主席语录里就有这么一段 别看这一段话 牵扯出后边一大段冤案 这个黑白红黑 现在已有定论 在这个书被批 以及后边的一系列人 包括贾托夫 习中勋 被打倒入狱 23年以后 这一书再版 这些人也平凡了 但是这件事 其中有一个小细节 我今天得说一下 在李建同写完这本书是58年 接着61年改了一稿 62年又改了第三稿 就在他63年这一稿 递给习中勋看的时候 习中勋当时提到过 说你这里边的这个 关于高岗的那一段描写 改掉最好 就是那意思 看来习中勋还是有这个党性的 在现在来讲 他就认为这段是敏感的 因为高岗 但是这本书里 高岗是化名 那个事件 一看就知道是高岗 包括习中勋 也在这个书里出现过 也是化名 所以习中勋 让李建同 把这段就删掉 敏感的话题 最好不提 但是这个书稿 怎么惊动了康生 因为当时的贵州省 还是云南的 这个第一书记 闫红岩 他是刘士丹 手下工作过的人 他看了这本书以后 提出了 认为这个东西 直接点破了中央红金 和陕北红金之间的 这个矛盾和斗争 这个说法 传到了康生那里 康生 带着了画把子 所以 才引发了一系列的 后边这个事件 其实康生 这个书康生就没看过 而他依照的 闫红岩的这个说法 也是在二稿和一稿 这个基础上 在二稿和一稿上 关于高杆的描述 没有缺调 所以习中心 在这个细节上 本身是冤的 应该说 他是替党把了关的 但是呢 他把的是第三稿的关 前两稿呢 被康生抓住了 画辫子 然后呢 习中心照样逃脱不了 这个事啊 我们就说到这儿 这是典型的一个现代文字语 一个事件 为众所周知 但是呢 还有一件相对似的事件啊 我想大家未必知道 就是欧阳海之歌 都是因为小说 当然这个不是利用小说反党 按政治正确的说法的话 也能够得上 我来讲讲这个来龙去脉啊 关于这个欧阳海之歌 所写的这个欧阳海这个主角啊 他就是一个广州军区的一个小当兵的 是一个班长 他是湖南贵阳人 40年出生 1958年参军 到了60年入了党 60年正好是我上小学那一年啊 到63年的时候呢 他有一次在部队拉链的时候呢 这个行军队伍 有一个马队 全部驮着这个炮的部件 列队啊 就是一溜马啊 沿着铁路在走 这时候呢 来一辆火车 惊动了其中一匹马 这马一下子奋起 跑上了这个铁道 跨在铁路上 就不走了 就在最后的按照 后来有一个小说 叫欧阳海之歌嘛 作者金金麦 金金麦的描述 在最后四秒钟的时候啊 将马推出了铁道 挽救了火车上的500多这个乘客 列车没有轻负 而欧阳海当场死亡 后来因此而产生的 很多这个唯一作品啊 绘画呢 一般都是推马 把马推了出去 很符合逻辑的啊 推出了铁路 而广东省有一个雕塑艺术家 他做了一个雕塑啊 这个雕塑呢 是迎着马 有点像和马拥抱那些 马在他的面前啊 两题乍起 仰天长笑 然后呢 欧阳海在他腹部这一程 把马扛出了这个铁路 连冲带扛嘛 这个一推一扛啊 引起一番艺术构思的这个真实与虚构的这个争论 这个事啊 我们不讲 就说这个一系列的各种宣传画 大家在百度呀 什么的意思哦 图片里有很多人画的这个 欧阳海推马或者扛马的这个图啊 当然也有那个雕塑 在文革中呢 就有人在这个马的身上和这个马踪啊 还有那个背的那个炮件 还有那个欧阳海的这个裤子裤缝啊 这个身体动作啊 这个衣服纹理上发现了反动标语 打倒某某某 还有海峡那边的谁谁万岁 这样的文革中啊 在这里啊 发现了这种隐藏 认为是巨星险恶 这个事我们专题再谈啊 可以想见当时这个欧阳海这件事件影响非常之大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 广州军区啊 因欧阳海所在的部队 是在广州军区某部三连七班的 他是任班长 事情发生以后呢 当时广州军区把这个作为一次战斗事故啊 开始进行内查外调 很严酷的呀 当时认为这个是特别有内幕啊 有阴谋 而这个金金麦啊 就是欧阳海之歌的这个作者呢 他恰恰是广州军区的这个创作员 当时部队上养了很多这个文工团呀 写小说的呀 创作员呀什么之类的啊 他作为创作员 去到欧阳海这个生前这个部队去 了解这件事件的这个过程中啊 发现了这是一个英雄胚子嘛 这完全是个英雄人物啊 可以塑造他 可以突出他 所以他回来呢就要写这个小说 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 就此诞生 欧阳海这个小说呢 大概在三十万字 这个小说呢 最初呢是在上海收获期刊上刊登的 他是个大型综合文艺行物嘛 巴金主编 巴金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呢 说写的非常好 说你里边的一句话 就说是 想古还得中锤锹 这句话说的好 因为他知道这是金经脉的一个创作 特别加以点赞啊 这时候就要说到我了 我呢 恰恰是在那个阶段 六七六六年嘛 当时我住在西安市河滨门外的这个美颜所 美颜所外边这个艳塔路上有一个李家村新华书店 我经常到这书店去 欧阳海之歌呢 就是在这书店里发现的 记得我当时发现这本书的时候 我当时出口就说啊 给我买 刚说这个给我买 里边的营业员啊 迅速伸出手来挡住了我 说 说请 什么意思呢 当时那个书店里全摆的是毛泽东的画像 还有呢 就是毛泽东的著作和单心本 另外就是红宝书 全是这种东西 一片红吧 就是红海洋 没有别的书 唯一的书就是欧阳海之歌 所以我当时指着要买这个书的时候呢 艺人员以为我要买这个毛泽东语语录 他就说完了 要说请 我忙解释啊 我不是 我是要这个欧阳海之歌 他这才明白过来啊 给我取了一本这个欧阳海之歌 那时候都不是开架手书吗 我要 他给我取 这样呢 我就获得了一本这个 第一版的这个欧阳海之歌 这个欧阳海之歌呢 已经是在收获上发表以后呢 接着被解放金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第一版 我记得拿着这本书回去 那种书很少 都看不着什么书啊 我这种吃狼奶长大的啊 看这本书 看得我热血沸腾啊 时不时被欧阳海 在这个小说里边的那种憋屈 因为他身材瘦小 被人瞧得起 但是呢 他又有无穷无尽的那种精神力量支撑 你比如说大比武 修工事 打钢签嘛 就 轮大锤 别人能 轮到一百下 二百下 欧阳海呢 就非得轮到多少 好像四百下 那轮的十八磅大锤啊 这样轮 轮一圈 这一下 轮了四百下 就打那根钢签 那根钢签呢 就打眼嘛 打眼 给里边田中榨药放爆 所以我每次就被 欧阳海的这种精神头啊 所感动 看得我热血沸腾 谁怪我们就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嘛 是吧 我为欧阳海的那种 最终的胜利啊 而激动 就这样 我这本书看完以后呢 那书书已经很少了 别的朋友就借走了我这本书 想看第二遍 再翻这本书的时候 怎么也找不回这本书来 后来我没办法 又跑到新二书店 想买第二本 想再买一本 没想到呢 架子上空空如也 没了 我问营业员 营业员说是 收回去了 修订 正在修订 我说怎么刚出的书就修订 而且一摆在架子上 怎么又收回去呢 这话啊 我就搁这儿啊 暂时不表 我们继续来讲这个书的命运啊 金金曼呢 是广东军区的这个一个创作员 刚才不是说了吗 他去调查这个事故的时候 发现在这个事故里边的主角啊 是个英雄胚子 就是欧阳海嘛 由此写了这个欧阳海之歌 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的时候 先打印了500本这个样书 送给了中央的一些领导 比如说毛泽东 邓小平 中文来 彭德怀 都收到过 现在网上一搜完可以看到 彭德怀对这本书 自立行间啊 彭德怀有他那个批著 写的那些评语啊什么 还都在 很多人就把它扫描了 放到了网上 总之很多这个中央首长都看到了这本书 大概是那个年头 小说也实在是太少了 一本书惹得中央首长都来看啊 不但看了 而且纷纷给提字 毛泽东也提过字 周恩来也提过字 后来呢 时任广东军区第一副政委的陶处啊 他看了以后呢 大家赞赏 他说这本书啊 凡认识字的人啊 都看一看 你看到了这种地步了 凡认识字的人啊 都可以看看 刘少奇也看了这本书 刘少奇看了以后 就问这个解放军出版社 这本书印了多少册呢 回答说15万册 太少了 刘少奇说 应该印1500万册 印没印我不知道 我估计差不多 哎 印了 所以当时呢 全国上下看欧阳海之歌哦 影响非常之大 当然了 一个也是因为打倒风自修啊 到全国在清除毒草 精神毒草 所以很多书都没了 这本书还能读书一致啊 当时应该是 还有浩然的燕阳天呀 还有姚雪云的李自成 好像就这三个人还在写小说啊 写过一作品啊 李自成是受了毛泽东的首肯嘛 你要完成五卷嘛 浩然呢 那个是四人帮扶持的嘛 是他们的后台嘛 描写高大全的那种作品 三图书的那种作品嘛 这个浩然啊 就是打头浩脚 全国上下啊 读欧阳海之歌 影响至大啊 就传到了江青耳朵里 江青把这本书大概是看了啊 他就提出了三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呢 不要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 因为这个小说里写的是 他是40年出生嘛 出生以后跟父亲流浪乞讨 他说不要写成乞丐 第二点呢 欧阳海的哥哥欧阳虎 后来被国民党抓了撞丁 这段经历也不要写 这段要说明一下啊 大家都说江青的这个三图书啊 什么高大全啊 三图书这个文艺方针啊 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啊 实际上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笑话 英雄人物仿佛是出生就带着光环 他怎么能有这个要饭的经历呢 即使他有要饭的经历 也不能去写他 这段在英雄人物的历史上 就是一个空白 按说这个新旧对比啊 新社会旧社会的对比啊 更能突出这个英雄人物形象啊 凡事不忘共产党 幸福不忘毛主席嘛 但是不 按江青的这个文艺思想啊 英雄人物骆驼的时候啊 悲苦的时候的情景啊 不能提 这就是算突出 他出生就是高大全的 那不就是商人吗 最后呢 第三点要求江青提出 金金麦这个书里啊 最后四秒钟 不能这样写 四秒钟刚才提到了 四秒钟是什么呢 因为在最后推马的那一瞬间 就是四秒钟 这是金金麦的描述啊 四秒钟 符合逻辑 火车迎到跟前了 四秒钟 金金麦描写的啊 欧阳海就喊了一句话 停止前进 下一句我忘了啊 好像就是 大家来推这个马 就这么一句 停止前进 江青不同意 他还是他那个唯一思想 三足足思想 他那个意思就是说 在这一瞬间啊 欧阳海应该想起自己的苦大仇深啊 翻身不忘共产党 心腹不忘毛主席 要为人类的 哎 理想 要解放 尚在苦难中的 全球的三分之二的 这个苦难中的这个 可怜人啊 哎 等等等等 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争生啊 想起这一切啊 依然冲上去退马 那写上四秒钟是完成不了的 但是江青就要求这样 你最后四秒钟 不能这样写 这不是笑话啊 后来在1967年 这个书已经在全国 有了一定影响以后呢 江青呢 把金金脉招到了北京 就在金西宾馆 就是中央召开全会的 那个金西宾馆 在金西宾馆里呢 当着这个周恩来 康生 陈伯达 三个人的面啊 就训斥这个金金脉 就说 我提的那几条 你没有改 好大的架子啊 接着又是一段恐吓啊 就说什么呢 我看你就是中了黑修养的毒 黑修养指的什么呢 就是那个刘少奇的 刘少奇那时候已经打倒了嘛 刘少奇的最著名的著作就是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江青这段说的是 你就中了黑修养 就指这本说 黑修养的毒 你这是想搞两个司令部啊 自产级司令部 毛泽东的无产级司令部吗 他指的这个啊 这个书啊 不但要改 而且要消毒 而且要批判 迫于无奈啊 金金脉 返回以后呢 就琢磨着 是不是要改这个呢 这时候呢 桃柱出面了 桃柱谁呢 桃柱当时是 时任广州军区的第一副政委 金金脉和这个欧安海 都是他底下的兵啊 所以他当时就对金金脉说 不用改 文艺作品哪有那么十全十倍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金金脉当然改是很痛苦的呀 所以金金脉就没有改 那四秒钟也没改 中间的一些部分也没改 我就说说这一部分啊 这一部分是什么呢 我就给他讲一段这个 算是情景在线吧 在第一版中 书中描写 欧阳海在连队轮值打扫卫生 到了连部的门口 发现窗台上有一本书 他就顺手翻了一下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这一看不要紧 他入了迷 竟然忘了打扫卫生 大概意思就这么一段啊 我们继续往下讲 陶柱虽然说不计较 不必改 但是江青呢 发话了呀 江青这时候已经是文革领导的 核心人物了呀 你不改不行呀 他很记仇的呀 金金脉之后回过头去 埋头改这一段 这我就要说到 刚才说了一半了啊 我在书店里去买的时候 银员说 第一版收回去再修订 有一天 我又去书店啊 突然眼前一亮发现柜台上 有了那个 欧阳海之歌 摆了那么一牌子 全是那本书啊 我说这书修订过的 有了 他说有了 买了一本 价钱倒没改 发现那本书厚度不一样了 比原来好像厚了点 而且意外的发现侧面啊 那个书两边都是白的 中间加了那么一摊纸啊 是黑色的 哎 我就把那段打开一看啊 恰恰就是我刚说的 欧阳海打扫卫生的时候 看见莲布那个窗带上 放了一本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 恰恰是这一段 我就把这一段啊 仔细看了一遍啊 它是这样写的 原话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只能说大概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新旧本退照啊 欧阳海在莲布门口打扫卫生 突然发现这个窗带上有一本书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他过去顺手翻了几页 立刻粉面弄杖啊 愤怒地举起扫把 正好这时候来了一小股风 那个书啊 被风这么一吹 翻滚到了地下 欧阳海借势啊 拿着那个扫把就把这个书 扫的飞到了垃圾箱里 就这么一段 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呢 文化革命那个宣传画 不都是那样吗 一个大扫把 扫出一些牛鬼蛇身 哗这么一扫 那个扫扫把上的小人 刘少奇啊 邓小平啊 谁谁啊 啪被扫的空中 飞向了垃圾箱 那是我们小学 小学图画课啊 小学生上课就是画刘少奇 因为刘少奇鼻子比较大嘛 头发是那种分头嘛 所以这两个要点漫画的规则嘛 抓住要点 所以老师把它已经形象格式化了啊 我敢说那时候全国上下的小学生 都会画刘少奇 漫画像 后来呢 就是那个大鼻头啊 首先要图书 鼻头上还要点几个麻点 就是九灶鼻嘛 谁画的我看都像 那时候真有那水平 全国的小学生都有那水平 这题外话啊 我一看 原来那个书 他是着了迷子看 现在是把这个书啊 啪 毒草嘛 这不就是批判吗 这就回到刚才那个江青说 你是中了黑修养的毒 金金麦就这样 把这段移花节目啊 改了一段新的故事 加了进去 大家就说了 那为什么要那么费功夫啊 还加那么一层纸 国家财政困难了 财力有限 现在就是拉回去就造纸了 而那时候呢 就是把那几页啊 印一遍 加进去 加进去怎么加呢 大量的人工 印刷厂有的是工人 装钉拆开 加进纸样 然后刷胶 再用刀裁 出来的书 就是黑的白的夹在中间 我把那叫百纳本啊 我在新华书袋里 买到这本百纳本的时候 恰恰就是金金麦 按照江青的这个指示啊 这样做了修改的第二版 也因此呢 文革嘛 伟大的文艺习手江青嘛 看金金麦听了话了 就把他调到中央 直接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里 任了文艺组的组长 就此这个金金麦啊 本来就是一个作家啊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的 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里边的文艺组里啊 干了四个月零三天 但是这个作家的这个脾性不改啊 不知道又什么话得罪了江青 有的人说 还是因为那本书 他曾经不听江青的话啊 江青后来就把他直接就抓了 送进了秦升监狱 在秦升监狱里 金金麦度过了漫长的五年 到1978年四十帮倒台两年以后 才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得到了平反 历史就这么滑稽啊 在四十帮倒台的这个前后啊 金金麦和江青啊 就倒了个个儿 换了个位置 江青又进了秦城 金金麦获得了自由 其实这种典型的文字域这种现象啊 我们不敢说以后就没有了 事而至于 我觉得现在就有很多还是文字域 只不过他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 滑稽的是在四十帮倒台之前啊 那时候和陕队的一些作家们 有所接触 那时候杜鹏城呢 就在改他的保卫研 也是受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这个 指示啊 改动这个保卫研 因为里边也牵扯到一些 类似于高岗呀 等等等等啊 但是他正在改的时候呢 四十帮给倒台了 当然我没有看他后来改成的啊 改成什么样我不知道 也不知道后来改过的东西 是不是又改回去 我没那咸功夫 就把这当作一个大笑话 告诉给大家 好 再见 有想爆炉的世界 我得问你 这个最后不是 有 不 感谢观看